在壓軸登場的嘉賓到底是誰呢 掌聲加尖叫 歡迎到的就是 林依辰 賀君翔 哇 相隔二十年再不夠善良的我們 再度攜手合作了 林依辰將複雜心機卻真誠善良的 簡慶分詮釋得閃閃發亮 而且富有見解 而賀君翔無論是眼神啊 身體啊 靈魂都合一完美展現了 和睿直夾在母親 夾在前女友 還有夾在妻子之間的那種無力感 兩個人的演技皆獲得了評審的肯定 讓一同入圍了迷你劇集電視電影的男女主角獎 恭喜他們 我們星光最閃亮的CP 歡迎林依辰 賀君翔 歡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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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首先我們要先恭喜依辰 先拿下了釜山雲展的影后 簡慶分這個角色太難了 你有沒有做了一些以前沒有做過的功課呢 放很鬆 放很鬆 應該說是不要太積極的去想要強調什麼事情 因為依辰以前的劇本都是密密麻麻的各種筆記 但慶分這次你是讓自己放鬆去感受它嗎 應該說是 他在生活中的追求很單純 他就是只是想要家庭的開心 然後事業上也是就不用太高的成就 就是一種植株眼前的事情 對 是 那想請問君翔哥 哇 這次何瑞芝的角色 跟你以往的角色風格完全不一樣 那我很好奇你是怎麼抓到 這樣這個角色 心有餘而力不足的這種傷感 其實應該也是來自生活經驗的累積吧 然後加上小孩子給我的 就是帶給我不同的人生的境界 也體會到滿多不同的 然後可能徐怡婷導演在我身上 看到我跟何瑞芝一些共同的特質 對 真的很感動人心 也祝福兩位 祝福你們今天可以順利多親 我們面請